上次還是來看中國民航局 藏昂山報公 立委齊一開始 要出銷暗五空三行線 對北欧南避免的路線 不過要偏向西邊邊 避免的路線會越接近 會夾中線 現今議長 但見人是表示堅持 交通部長 王國債今天表示說 兩派沒有經過交通 未來會對金門媽祖的航班 作成安全的疑路 根本跟民航局會來研究說 由國安單位統一來處理 中國民航黨委員在黨後面宣佈 自立委齊一期出銷 M503行線 自保向南避免避免 另外可用 M503行線 WE22、WE23連接行線 由塞免避免避免 第一時間 南國立委會 表達嚴重空氣 嚴格國台瓣31個共料 並且航線未來上海避免 進步過來 是中國航空客管理 無需要跟台灣協商 M503行線是一條民用行線 在上海飛行情報區內 啟用該行線是為了緩解相關空域 航路擁堵 保障航空安全 破壞了我們台灣海峽 以及區域安全穩定的狀況 所以我們國國政府譴責這樣不適當的行為 那依照中國擁護民宣佈的身材 未來好久的門航班 不會再舍到北方航路 直接由塞向東來背 高通報分析 M503 挖緊台北匯行情報區 上京的所在是市場離海裡 那航機偏當就會直接影響到 我們國的空氣 如果他直接在M503上面 4.2海裡 當天候狀況不好的時候 他可能會偏東 那這個偏東會跟我們的民航 還有經濟會有衝突 他是否定中線 因為現在把恢復到這個 就是M503跟海峽中線重疊的話 那就是中共就是告訴大家 海峽中線是他的領空 文士三家領委 這個機動是中國想要 都沒有清楚海峽動線 又壓縮我們的空洪中線 和五間時間 因為這個機動 關閉到軍事領航 再去府方和國安單位 已經要集中安單位 來建議政治部的對決 記者中下報道